能够生一个可爱的宝宝是许多夫妻的梦想之一 但平均每七对男女当中 就有一对症状受着不孕症的困扰 更有许多妇女天天打针吃不聘 还是无法成功受孕 现在就跟着健康聊天室来了解 是哪些原因导致不孕 想成功受孕该吃哪些食物 以及该如何治疗才能拥有健康宝宝 我是医院妇产科诊所的生殖科的主治医师 我是红紫瑜医师 不孕症的比例大概是占整个女性人口 就是15%左右 那大部分人经过一年自己的积极尝试之后 其实你可以看到数据 其实大部分人是可以自己怀孕的 但其中还是有15%的夫妻 他是没有办法自然怀孕 这分成三个因素 一个是男生 这边有不孕症是占大概三分之一左右 另外三分之一就是女神 各式各样的因素 输卵管或是排卵功能异常 内膜异味或是高龄等等的 那再来剩下三分之一就是双方都有问题 主要是无经症 或者是精虫的活动力比较低 数量比较少 那或是形态比较不那么优良的 那他就有可能影响到怀孕 里面就像一个巧克力酱一样 对就是整颗 他是就是巧克力粘稠状 那其实有一个说法是巧克力囊种 他就是筋血逆流 就我们一般筋血是要流出来到硬道 然后卫生棉垫吸收带走 他不是往下流 他是往回肚子流 那在卵巢那个地方就自己形成一颗囊种 那囊种其实你就知道是慢性的一些筋血的堆积嘛 巧克力囊种似乎是 如果吃太多反式脂肪的食物 可能会加剧他的形成这样子 像多囊性卵巢的话 他通常的症状就是 两三个月以上才来一次月经 或是其实两个礼拜就来一次月经 他是非常乱的 就不太像一般正常 每个月固定时间报到 或是差距三五天 那都还算正常 那多囊性卵巢他就是月经是蛮乱的 或是很久才来一次 或是用滴滴答答的方式来的 那像内膜异味症的话 最常见的症状就是 筋痛 很严重的下腹痛 就算不是月经期也会闷闷的 肚子有点闷闷的 慢性的腹痛 那或是在月经来的时候会 呃拉肚子啊 或是用行为疼痛 这两个因素加起来就是 的确是造成女性不孕的原因之一